中国政府昨晚公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 要用26年的时间将大湾区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的城市群 要与旧金山、纽约和东京相媲美 一起随本台驻香港通讯员林承兴 看看这项计划为香港企业带来什么机遇和挑战 大湾区发展规划涵盖香港、澳门和广东省的广州、深圳、珠海等9个城市 拥有7000万人口 作为国际顶尖金融中心之一的香港 可以在金融服务和筹资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几年前进入东南亚市场后 业务猛增三成的这家保险业务公司 现在要将业务转向大湾区 由香港前特首董建华创建的团结香港基金 也即将推出大湾区发展座谈会 强调技术领域合作的重要性 这个基金还倡导以国际公认的香港司法机构 作为大湾区法律纠纷的仲裁中心 同时为大湾区提供更统一的税收制度 以鼓励跨境人才流动 现在来讲一个会训时 国际公司 们在评论上 方便能看出来 儿 在评论上 在评论下 感谢观看